在国内,大家航空旅行时,经常乘坐的机型恐怕得数波音737和空客A320了 这两种飞机最大载客189人,最少也会摆上120个座位 载客量来说应该是属于中型客机 还有更小一些的,比如ER界、CR界、AR界和新洲60等 新洲60最少可以摆52个座位,在国内算是最小的民航客机 目前,在幸福航空还有运营,游想体验的朋友可以去烟台大连乘坐 那么,还能用更小的飞机载客吗? 比如说运12,赛斯纳208B,以及咱们之前提到过的350 是这个350哈 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在国内不多,国航、南航、东航、海航的机队里都没有呢? 其实也不是没有过 海南航空曾经有过一批多尼尔328,布置32个座位 前前后后使用了七八年 海航还有过美多23 山航有过萨博340 北航有过赛斯纳208B 但这些都早已成为往事 当前全球范围内广泛流行的最小民航客机是ATR42 一般布置46个座位 目前仍然在生产 运12和赛斯纳208B都比ATR42还要小 运12最多可以拉19人 208B则最多只有12名乘客 航空公司 为什么不引进这些小飞机用来支飞客流特别稀少的航线呢? 为什么不仅中国没有 就连国外的航空公司 例如汉沙、树雾这些都不引进这些小飞机呢? 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主要区别在于121公司和135公司 这个规范来源于美国联邦航空局 很多国家也都照搬 或者以此为基础结合自身情况完善后执行 通俗的说 它针对不同规模的航空公司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使用干线飞机的公司要遵守121规则 只使用小型航空器的公司 叫做135公司 要求相对低一些 121和135的界限是30座 换句话说 如果航司准备购置31座的飞机搞客运 那就得遵守121部的规章 121的公司承担主要的公共运输任务 对安全要求极高 反过来 如果是使用30座及以下的航空器 那就是通用航空 要求相对就没那么严了 所以 如果121公司引进30座以下的小飞机 等于自行台升标准 成本高 不划算 小飞机载客少 本来利润就低 这么搞的话就更没法赚钱了 基于这个原因 全球几乎所有的干线航空公司 都不会引进通用型飞机 他们最低也是使用ATR42 但市场上确实存在着客流极低的机场 或者有一些小型海岛机场 连ATR42都落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 121公司一般会找合作伙伴 有专门的135公司 使用小型飞机连接小机场 将乘客送到附近的大机场 例如台湾德安航空使用19座的双水塔 从绿岛和七美等地 向台东和高雄百度乘客 据我们了解到的信息 中国常年坚持定期航班的135公司 只有德安航空一家 内地确实有许许多多的135公司 机型五花八门 有运12 塞斯纳208B 国王350 大中雄 和PC1两等 他们有些也在携程上卖票 有时候还很便宜 但这些公司无法进入中航性系统 他们大多依靠补贴 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已经越来越少了 反过来说 如果135公司 使用30座的小型飞机 坚持定班飞行的话 能否获得成功呢 这样的案例其实也有 比如美国的GSX公司 它收落了80架老旧的 一二届135、145飞机 只摆30个座位 它号称是包机公司 但每天都包相同的航线 实际上是在搞定班客运 GSX已经将业务做到了美国全境 它也有空姐 也有航餐 而且机票价格不算贵 因为不必遵守121的安全规定 它的运营成本较低 不过它的好日子可能到头了 因为其他的航空公司投诉说 这么干不公平 FAA准备修改制度 不允许它钻空子咯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